电影志气取材自台北市吉美女中拔河队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吉美女中跟师大拔河连队组成了台湾女子拔河代表队 7月份又在世界运动大会夺得女子540公斤级的金牌 不过这5年罢了成绩,这次得来特别不容易 一方面受到疫情影响,这几年学生没什么国际赛的经验 赛前大家又轮流确诊,增加了不确定性 而拔河队的金牌教练郭生,4年前更因为一场严重车祸 一度被医生诊断,可能全身瘫痪 4年来,他在家人跟学生的鼓励下 从完全不能动,慢慢復健到坐上轮椅 直到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带领学生走向世界舞台 独立特派员记者林真如,赖振元 带我们来看《极美拔河对师生》这一段激励人心的故事 青城的时候被酒驾撞伤 那整个人跌到山沟去 那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其实医生说 像他这种脊椎、颈椎严重受伤的那个病人 十个里头有九个会往生 有一个人会终身瘫痪 前面的周反应 一、二、三、二、三 虽然未来我们不可知也不可测 但是要持续的往你的方向前进 那这四件问题而已 你早晚会走到你想要走的地方 教练郭森 这一次的五连霸 那不只让世界再次看到台湾 我觉得也让郭森活过来了 进几年的练拔河 真的像教练教舞 我们真的不只是练拔河这件事情 台湾时间7月16号凌晨 世界运动会在美国博明海执行 女子540公斤及拔河决赛 台湾代表队打败人高马大的瑞典队 七连胜 而且常常都是40秒内击败对手 国旗歌再度响起 这是台湾队在世运拔河赛的五连霸 不过这支常胜军这回的金牌得来特别不易 九个选手比赛前有六个人轮流确诊 而台湾长期耕耘室内赛 室外比赛也是个大挑战 我们对于室外也比较没有到这么的非常的熟悉 然后我们又刚好就遇到换血 就是对老的就是已经退下了 然后就是年轻的慢慢补上来 代表队由金美女中及师大拔河联队组成 队里有校友大学生跟高中生 李入军就是三届试运会员老 他带领着最多相差12岁的学妹上场比赛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比赛 因为疫情所以之前都没有机会 然后这个比赛又是最大的比赛 吴采荣来自花莲今年高三 他是国中开始接触拔河 可能在发育拔然后就比较胖这样 然后教练就 那时候的老师就问我说 要不要参加拔河的可以变瘦这样 进来因为这个运动也是 体重越重会越有优势 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减到肥 因为你长高了 就是越来越重 要练拔河不只是看体重 他们都过着一般高中生 无法想象的生活 六点半来到这边城桥 或者是去做体能跟拉伸 然后七点五时就去上课 一大早先做重训 然后是各式各样的体能训练 七点五时回到教室正常上课一整天 到了傍晚别人下课回家了 他们回的是运动场 手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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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红 一直练到晚上九点才吃晚饭 一律住宿舍的他们 晚上回宿舍还得复习功课 几乎天天都只睡六个小时 我体力上会有点累 手跟脚也会蛮痛的 尖 然后会流血 有时候 手伤脚伤高强度的体力训练 还要减骨功课 平常增重锻炼激励 到了比赛前要过棒 还要迅速减重 过程也是煎熬 食物跟水就一直减少 那时候会很饿 超级饿 是怎么样 就是可能看到别人在吃东西 就是会觉得很想逃走 小子化趋势下 越来越少家长愿意让宝贝女儿来苦练拔河 双北招不到学生 就得去外县市找 去年甚至只招到五个新生 其中还有两个人退出 只有走两个剩三个 现在是五个人 对 那一年的暑假走了一个 然后在今年我们要去试运会 我们上北枝的时候 他也跟着离开 这两年疫情影响 国内外的拔河赛事都减少 学生找不到练习的目标 更缺乏比赛成绩来升学 教练也只能鼓励学生 继续准备 只要我们好好准备 只要一开放 疫情可以开放 可以比赛的 疫情松绑 那机会来的就是你的了 兵器不要低了喔 余安你不要再高起来了 懂啊你要帮忙 反应要做 前面要做反应 这位坐在场边指导的教练 就是志气电影中 拔河队里 有凶又热血的郭教练原型 他在景美带了19年拔河队 横扫世界杯 欧洲杯 亚洲杯 及世运会的金牌 但这两年 郭生都是坐着轮椅上场 因为2018年 他练习铁人三项时 骑自行车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 清晨的时候被酒驾撞伤 那整个人跌到山沟去 那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其实医生说 像他这种脊椎 颈椎严重受伤的那个病人 十个里头有九个会往生 有一个人会终身瘫痪 他整个人是倒栽充摔进山沟 对 所以他就是整个颈椎 就高位受伤这样 当时郭生被诊断 可能会全身瘫痪 甚至连手指都动不了 狀况真的非常的不好 然后甚至可能我们现在准备好了 要下去做复健 然后可能刚坐上椅子 他就因为血压太低 然后结果就又被退回病床 这样子 郭生的太太 胆起照顾的重担 巴赫队的学生也轮流排班 去医院照顾他 白天的时候可能就是他妈妈 他母亲 以及这些子弟兵会过去陪他 那我觉得他被这么多爱包围着 他应该没有权利放弃 所以这一路走来 他应该就是被很多爱的力量支撑着 让他不能放弃也不敢放弃 爸爸 左脚 一耳夹 人往前进 左脚 好 一耳夹 没有 我自己要的 我只是帮你服药而已 左脚 一耳夹 为了家人跟学生 郭生从病床振作起来 开始辛苦的复健之路 就连在职能治疗时 他都心心念念着巴赫队 我学会去看我 但是我很害怕看到他们 对 因为我总希望说 我在他们看到的时候是很强大的 能力是很好的一面 不是这么懦弱的躺在病床上 什么东西都不能做的一个教练 经历一年的辛苦复健 郭生再度坐着轮椅 回到校园带队 我说很自卑 我在带队的时候 我不会跟他们讲期待后 他们拉完了 我就跟他们讲很好很好 但学生们也都察觉到 受伤后的教练不一样了 我们一开始在教练受伤之后 我们整个队是非常的低落的 对 然后因为感觉好像突然 一个重心倒了 然后我们会不知所措 不知道要怎么办 当时他们正在准备爱尔兰世界杯 刺气低迷到连学生都受不了 有一天把教练约去活动中心肯谈 希望我能够像以前那个样子去教导他们 就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几个学生在礼堂那地方 就哭了起来 他们约好 教练喊不出声就用麦克风 手动不了就改用摆头指挥 就这样队员跟教练 在2020年2月 再度回到世界舞台 esquer勉赛 Tempe 教 Tempe 教 F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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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ht. I show him a welcome to new world champion one. It's your name Jamie Seppey. Good to see you, James Seppey. Come on and ask us to join the show tonight. You can send them all of the new world champion 2020, 這一年的世界盃市內拔河錦標賽 郭聲在輪椅上帶領著台灣代表隊 再度奪得金牌 但在摘金之前已經感動全場 我們把他推到會場去 然後在會場的時候 他坐著輪椅在現場 就是大聲的呼喊 吶喊著他的選手 其實全場都站起來鼓掌跟感動 全部在場的外國教練跟選手 都過來跟他握手 因為他就是一個勇者的象徵 拔河場上的勇者 平常練習時一向沉默寡言 這天我們來訪時剛好是父親節 學生們偷偷幫他準備了禮物 哇 父親節快樂 謝謝 大家快樂 這個蛋糕還有打麵 好 謝謝 要帶點酒吧去來吃 謝謝 謝謝 大家快樂 祝我們荷蘭世界盃拿到很棒的成績 送上蛋糕跟每個人親筆寫的卡片 這群學生跟教練 平常或許都不善言辭 但彼此的付出都看在眼裡 其實他就很默默在後面幫助我們 像有些人沒有真神或什麼 他其實都會一直去尋求很多人的協助 就說可不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學生沒有學校可以讀啊或者是什麼 就算他拉伸的成績真的沒有很理想 但是教練就是全心前衛去幫助大家的 教練幫助學生 從八合場到生涯規劃爭取好成績 學生也幫助教練 從受傷的人生谷底再度站起來 教練郭森 郭森過去有個口頭禪 要拔河的學生在夢想到手之前不要放手 而他這四年來的復健路 正在用身體實踐這句話 對我們的傷蠻大 就我們教練都這樣子凹過來了 然後都是就是凹過來 然後我們是那麼健康 那我們沒有什麼理由再說不行 他不能站到他能夠坐輪椅 到他能夠用助行器走 到最後他可以站起來走 我覺得這就是身教 他教學生的不是只有拔河技能 他教學生的是生命的毅力 對 最後30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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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請 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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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半的支撐訓練 是拔河隊每天的課程之一 雙腳扎根 站穩腳步 手拉繩子 緊緊不放 當對手實力相當時 誰能撐得最久 夢想就會到手 精美拔河隊四年來的這堂課 他們學會的不只是拔河 劍超過 北九州 超過 黑九州 一堂課 劍超過 慢慢的 拔儿场上学到的不只是如何赢得比赛的竞技 还有团队合作扶持前进的生命学习 这份亲身体验和金牌一样可贵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